泰国是世界上最土豪的王室 光普密蓬国王的个人资产就是高达了300亿美元 施利吉作为辣马九世唯一的妻子 自然收到了无数的华服和珠宝 然而施利吉却是一个霸道的王后 他曾经明令禁止晚辈佩戴王冠 除了自己侄女宋沙瓦丽拥有王冠外 其他人并没有这项殊荣 普密蓬国王和施利吉王后的爱情 如今是依然在泰国广为流传 施利吉在自己18岁的时候 就加冕成为了泰国的王后 他与普密蓬国王抗力情深 至今都是被誉为泰国的神仙眷侣 你负责美貌如花 我负责赚钱养家 这句话在施利吉王后身上 体现的淋漓尽致 为了讨施利吉王后的开心 身为丈夫的普密蓬国王 一直都很大方 打开施利吉王后的首饰盒 绝对会让很多女孩子化身柠檬精的 光王冠就有17点 耳环项链以及腰带等 更是数不胜数 款式更是多到带不过来 其实珠宝都属于王室财产 就比如戴安娜王妃钟爱的珍珠类 她只拥有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 如今珍珠类传给了凯特王妃 她曾经连续7次佩戴致敬婆婆戴安娜 施利吉如今已经83岁的高龄 泰国也是册封了苏提达为王后 按道理应该将王室的珠宝分一些给晚辈 然而施利吉却独揽大权 并且明确的规定晚辈女眷不能佩戴王冠 然而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王室的公主们作为兼职御业 对王冠的渴望更是超乎常任了 施利吉王后不肯将王冠借出去 他们也是自有办法 之所以施利吉对王室的珠宝把控的这么严 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哈国王的四位王妃都不满意 自己侄女宋沙瓦丽王妃大婚当天头戴王冠 就很风光 斯瑞凡是王室年纪最小的公主 如今32岁的她是一位服装设计师 虽然施利吉王后不允许她戴王冠 但斯瑞凡还是自掏腰包完成了这个心愿 在自掏腰包拍摄时尚封面的时候 斯瑞凡特地向某国际珠宝品牌借来了王冠 在完成整个拍摄过程的时候 斯瑞凡开心的手舞足蹈 甚至呢在拍摄的空隙 还自己用手机拍了几张留念 斯瑞凡作为泰国王室最边缘的人物 施利吉王后的话自然要遵守 在王室规定和自身喜好发生冲突的时候 斯瑞凡公主想到了这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我们现在再看斯瑞凡带王冠的照片时啊 会发现他专门摆了很多霸气的pose 可以说是偷偷过足了女王瘾 因为是时尚杂志的拍摄 即使泰国王室知道了也不会说些什么 其中最寒酸的要是希拉米了 因为得不到婆婆吃力及王后的垂青 每次出席活动的时候呢 只能靠美貌撑门面 在一次国际宴会上啊 希拉米居然戴了绒布发枯当王冠 在一众真王冠中是显得很寒酸 即使苏迪达得到了施利吉的支持 也只是戴过施利吉的耳环和腰带 纵使在加冕典礼上 苏迪达也并没有资格佩戴婆婆的王冠 可见泰国的封建等级制度有多森严了 如今普名鹏国王已经驾崩 施利吉成为了整个国家的掌舵人 未来谁能够成为下一任太后还不好说 具体呢还要看马哈国王的意思 各位小伙伴们 施利吉众多的珠宝华福 在过世后将由谁来继承呢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自己的观点